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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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今天跟你聊的是老人 这个很多年轻人呢 对老人的看法上不以为然 也没有错 不同的观念嘛 上下良代 经历的事情也不同 可是别忘了 有的时候要体谅这些老人 这些老人中间有你的长辈 有你的师长 有你擦肩而过的 可是不要忘了 用一个体谅 宽容 关怀的心 跟老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你会觉得 有的时候老人 有他的情绪 老人对某些事情上 有他的固执 老人在看事情的事 那种看法 或许有 跟不上时代的自以为是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这位老人 这个老人家 仍然在活着 在有呼吸的情况之下 不管你是做护理师 做医师 或者是复健师 或者你在外面做售货员 或者跟人家 在一起 你与老人相处的环境里 也从他的角度来体验一下 还有的 老人不是绝对的那么固执 老人不是绝对的那么样子 很多的想法上 就一定就是这样 老人有时候 因为你的关心 你的解释 给他的那种善意的感觉 他心里有了温的 他会想到 你说的也没错呀 所以我觉得 年轻的朋友 跟老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记住了 把他看成自己的长辈 也许对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长辈 都不见得那么关心 我们学习关心 因为总有一天 你自己也会老 总有一天 你的想法 跟年轻人也有差距 你好好想想 对不对